字幕提供 對於一些年輕人來說 球場、街頭就是他們的舞台 放學或放工之後 很多時候他們馬上會做的就是跳舞 他們懶得你用什麼眼光看他們 也懶得一些別有用心 有背景人士的引誘 他們一心只想在沒有藥物 沒有暴力的情況下 輕鬆、隨意地跳舞 厲害… 太好了… 厲害 厲害,火台 不過如果你最後一刻 從腳到地前再加個後空翻 那就厲害了 豪哥,只是跳舞而已 沒想到入體操代表隊 不理會,走快點吧 厲害,為甚麼 很冷 也不知道這是甚麼人 說甚麼?阿禎,只是跳舞而已 這群不是榴槤街頭的烏合之眾 他們努力跳,認真跳 而且還有人欣賞 你好,你們跳得很好看 謝謝 我姓羅,在對面做服務大樓二樓中心的社工 這張是我的卡片 是嗎?有什麼指教? 怎麼稱呼你? 我叫家豪 家豪,你好 其實我們接下來中心有個活動 想邀請你們做表演嘉賓 有什麼事?家豪 有間中心說想請我們做表演嘉賓 有間中心說的,厲害,厲害 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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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街頭柴娃娃一起跳舞 到受社區組織欣賞 正式上舞台表演 再得到群眾認同、讚賞 令你們一群熱愛跳舞的年輕人 雄心勃勃 人們出錢又出力 一起做一個屬於自己的團 經營一間館廠 不好走的地方, 我幫你玩 我是油膚水, 我拉斷線 由率性無為, 到認真經營 的確令人鼓舞 但是要經營一間工作室 又談何容易呢? 各個成員都以正職的收入 補貼營運成本 又要兼顧行政和教母工作 大家都身心疲憊 加上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個性 人多, 意見多 嘉豪, 我們究竟是玩Breaking還是Hip-Hop 還有, 工作室經常拿出來教班 我們在哪個地方跳, 哪個地方玩 那現在玩得重要還是交租重要呢? 總是如此, 我不玩了 不玩就罷就了 當你一個不多, 又不是跳得好 你說什麼? 我忍了你很久了 吃得阿芝、阿Jo, 無聊又扮四條 你說多一次? 不要這樣 對, 大家自己人, 不要這樣 我有說錯嗎? 出去, 我不玩了 麻煩你, 我叫大眼哥 我想加入你們 大眼哥嗎? 如果想加入, 想清楚一點就好 我們這裡的跳舞不是被人展示的 我跳舞不是想引人注意 跳舞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我喜歡跳舞就好像肚餓要吃飯 口渴要喝水 還有我希望更多人可以了解到 BREAKING究竟是怎樣的一回事 後期加入的蛋糕雖然說話不多 但其實它很緊張大家和工作室 希望更多人接受和欣賞佳舞 其實佳舞的起源就是為了想得到認同 以及能夠跟族群溝通 亦是勇於嘗試的生活態度 而挑戰, 創新, 做回自己 就更加是他們追求的境界 媽媽, 我想在這裡學跳舞 穿成這樣, 這班都不知道是什麼人 你好, 伯母 一看就知道我們是好人了 伯母, 我們這裡沒有偷、沒有搶 沒有打架、沒有踢東西 只是跳舞而已 我們還是很專心、很認真地跳的 媽媽, 之前你在中心 都看過他們跳舞 你也說他們跳得不錯 好吧 一班有理想、有方向的年輕人 懷著心裡的一團火, 勇往直前 相信他們會一如他們的對名 Glamorous般發揮著年輕人 應有的魅力、活力和能力 去面對重重困難 繼續堅持下去, 做到最好